桃园高姓妇人以丈夫听妈妈的话寻妻,造成夫妻失和,她肃离婚或准,除为是意图非当事人,联合报器资料照分享,桃园高姓女子四年前结婚,去年已无法忍受婆婆和丈夫联手对夫肃离婚,她向法院指出,丈夫是家中独子,因夫家田产多,婆婆老是猜忌她,怀疑她是为了家中财产才嫁进门, 对她不友善,要儿子对她管教严一点,高女指出,丈夫也听从婆婆的话,婚后动辙对她大吼大叫,骂她垃圾不要脸,累你去死了,和丧话等,在争吵时还会动粗,甚至殴打两岁女儿,对她抢你喜欢说我爱家暴,那我就把家暴变成事实好了等,让她和女儿长期处于极度不安和恐惧中,婚后不到三年夫妻, 一路任何感情交流,她已婚姻难以维持肃庆离婚 法院审理时,高女丈夫称夫妻偶有口角,但无家暴,夫妻间的纠纷和妈妈无关,是因妻子长夜归而起争执,婚姻发生破绽,责任是在妻子拒绝离婚 法官查出高女丈夫曾因欧妻和欧女法院合法保护令,后来又恐吓妻子要跟女和小孩同归于静等,被判拘役,法官因此认定高女婴家暴,造成夫妻感情健康奸怨,婚姻破绽的责任在丈夫判准离婚,女儿监护权归妈妈 法官